經過了沒落重整之後 重慶南路從原本的書店一條街 搖身一邊變成商旅一條街 如今夾帶的車站的商圈優勢 再度成為熱門的投資店面 根據實價登錄 光是2017年重慶南路一段 就有四間透漸交易 其中最近兩筆有現況為三名補習班 全交總價為2.08億 地坪38.72坪 換算土地單價為每坪538.12萬 另外還有一個現況是 日本定時百巴魚廠的店面 地坪約85坪 總價約4.8億元 換算土地每坪約593萬 總價和土地單價都創區域新高 商旅之下又帶動一些 比方說咖啡店 或一些連鎖餐飲業 那以據說就是這邊的店面 又出現了一種投資效應 原來鄰近新聞 丁心以國內外觀光客人潮 也讓過去蕭條的書街變臉 重生之後再度炙手可熱 店面交易活絡 實際來到重慶南路 可以看到轉角的三角金店面 也在求售 專家更點出透天店面 搶手關鍵 它本身就是獨立的產權 那這個未來如果說要做一個重建的話 相對來講的話 這個效益度是比較高 整合性也比較高 原來看重的是改建價值 不僅店面交易熱了請來 助展雜誌也公布最新調查 2017年北台灣新建案銷售率 攪出近三年來最佳成績 去年可售戶數為45820戶 累計售出17355戶 剩下28465戶 平均銷售率約37.88% 銷售率是2014年以來首度正成長 不過民眾卻認為房價還是太貴了 目前來講的話應該偏高 可能依照目前的薪資來講的話 可能要存個十幾年才辦法 雖然調查都顯示房市市況 正在脫離谷底 不過買方跟賣方的拉鋸站 恐怕還沒完 東森 財經新聞 張宇學 張士奎 綜合報導